把蓝白塑胶带当美西球衣穿 阿富汗五岁男童阿玛迪 过去因为这身装扮在全球爆红 就连美西本人都化身暖男 送上签名球衣和签名球 原本是美式衣装 但谁也没想到阿玛迪一家会因此惹上麻烦 自从收到美西送的球衣 阿玛迪全家开始受到威胁 还收到一封来自塔利班的恐吓信 吓得南童父亲紧急变卖家产 举家搬到巴基斯坦 对镜头比叶还吐出小舌头 阿玛迪显然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 照样穿上美西球衣 在新家学梯足球 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偶像见面 由于塔利班执政期间 曾禁止体育活动 刚好一封恐吓信中 就曾质问家属 为何不让阿玛迪读可兰经 而是让他踢足球 一家人越想越害怕 只能选择搬家 确保阿玛迪安全无虞 记者陈嘉玲报道